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揭秘郭台銘緋文 偷拍李星傑丈夫外遇 踢爆無尊秘密生女 大膽敢言的香港《一週刊》 平均每週賣破六萬冊 金傳裁員約一百七十人 一傳媒公會公告 香港《一週刊》A書 宣布自願離職計畫 最多額外獲賠三個月薪資 雜誌是否停刊 九月才有定案 那其實他們的收編 也許他們是想要轉移部分的人 能力去做視頻的東西 或說做即時通的東西 應該是有這個打算 九月以前照常運作 公會引述一傳媒行政總裁發言 印刷媒體前景不理想 二十五年的《香港一週刊》 就怕走入歷史 當年香港諧星徐冠文 要上創刊號封面 《一週刊》在香港屹立二十五年 一手打造一傳媒 幕後推手就是黎智英 在香港有《肥老黎》稱號的媒體大亨 黎智英今年六十六歲 身價百億創立 只沒賺翻 台灣媒體這麼多西部的報 亂報了 亂報就OK了嗎 爆料不認人 不講關係 黎智英氣勢如虹 但好景不長 旗下一電視慘陪 黎智英決定不晚了 我要走了 我要回家了 真的對不起 不完了要回家 回到香港 當年他創辦雜誌 喊出不辦高聲 只求傳真 偷拍跟蹤 樣樣來塑造狗仔文化 這狗仔竟然能夠拍到 在島上度假的正義件 然後他在家裡 他在裡面幹嘛 還在看A片 只是進入2015年 對黎智英恐怕是關鍵一年 全港爆犯大聯盟 六月號召會員 罷賣壹傳媒集團刊物 壹週刊 壹週刊 他們整個的狗仔文化 在所謂的 在大陸那一方面 一直是不被認可的 所以他們有受了 蠻大的一個壓抑存在 看看壹傳媒最新財報數字 總營收大約118億 年減9.5% 唯獨樹葉失業轉虧為盈 大增77.8% 這讓黎智英想把香港壹傳媒 轉型變網路媒體 網路上就有人爆料了 他們在微信裡面爆料 在微博裡面爆料 狗仔文化的優勢已經不在了 我不可能等到妳一個禮拜之後 再看妳的這個東西 那妳給我一個意見 除了扁之外還有沒有更好的 再扁啊 妳就不好上邊驚一下 我們出來就會扁人 妳沒有扁的紅不來的 妳唱一首嗎 在演難見黎智英這神器神韻 只是香港媒體營運走進寒冬 黎智英的下一步 大家都在等著看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這個地方 此地不留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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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地不留人啊